男孩发现了一颗发光的宝石 但他却拿起了上面的蛋 男孩小手轻轻一碰 蛋壳突然就裂弹了 一只可爱的小乌龟破壳而出 小乌龟腹部的红色纹身 就注定着他的不平凡 这副可爱的模样 像极了你表情包第七个表情 男孩将小乌龟带回了家 每天陪伴在身边 他叠小乌龟起了个名字叫乌龟 可到了第二天 男孩发现乌龟居然大了整整一圈 这时老爸上楼打扫房间 他吓得急忙用被子盖上 竟然冒着烟飞了起来 这一幕刚好被邻居小美看到 小美和乌龟都吓了一跳 看见男孩使劲实眼色 小美帮他隐瞒下来 等老爸走后 两人最后决定 还是将小乌龟放生 可乌龟似乎有灵性 不仅没有重回大海 反而像认定男孩这个主人一样 一直跟在他的后面 这时一辆货车飞速驶来 男孩赶紧将乌龟救下 真是惊险万分 看着乌龟再感谢他 男孩下定决心不再抛弃他 趁着男孩出去玩的时候 乌龟偷偷溜了出来 他来到了老爸的厨房 看着掉下来的菜刀 还以为是在挑战他 张口就喷出火焰 然后潇洒离开 留下一脸猛逼的老爸 这一天 男孩正给小伙伴 炫耀自己的乌龟会飞食 小美却突然把他叫了出来 递给他一份资料 称乌龟有可能是上古神兽卡美拉 可男孩看着乌龟这般可爱 根本就不相信 可第二天就被彻底打脸了 一夜之间乌龟就长大了好几倍 他立即叫来自己的小伙伴 将乌龟藏在海边废弃的小屋里 可接下来几天里 海边就不断有渔夫莫名失踪 警方也开始展开调查 发现海里有巨型的生物 男孩得知这个消息 立即赶到海边小屋 却发现乌龟消失不见了 一只怪兽出现在城市 他凶猛的模样像极了哥斯拉 哥斯拉慢慢向着人们逼近 吓得人们四处逃窜 他大肆地在城市里破坏着 来不及逃跑的父子俩 眼看就要被怪兽攻击 一只巨型乌龟闪亮登场 男孩这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捡到的小乌龟 真的是上古神兽卡美拉 但面对凶猛的哥斯拉 未成年的卡美拉显得非常渺小 但他却丝毫不拒 一口就咬了上去 疼得哥斯拉直舵头 这下人路了哥斯拉 他一腿将卡美拉踢飞出去 他们一直打到了桥上 哥斯拉抓准机会 一个神龙摆尾下去 又把卡美拉弹飞树摆 接着爬上吊桥 张嘴伸出舌头攻击 就连数十米厚的吊桥 都被瞬间戳穿 卡美拉找准时机向前一跃 抱紧哥斯拉舌头 一口三妹真火喷出 哥斯拉瞬间被烧晕 受伤掉进了海里 而卡美拉也已经精疲力尽 与此同时 军队姗姗来迟 但他们并不是来帮助卡美拉 而是准备将她抓回去做实验 尽管男孩奋力地阻止 但军方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意思 最后男孩也只能眼睁睁 看着乌龟被拉走 到了实验室 卡美拉被军方牢牢锁住 浑身插满各种管子 军方抽取了她的基因 想要制造新型的武器 突然卡美拉睁开了双眼 因为她感受到了危险 而另一边 海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 海面出现一个巨大的黑影 她向着某处飞速游去 这时实验室警报突然响起 卡美拉也在大声呐喊 仿佛提醒着人类危险的到来 可下一秒 一条尾巴把实验室击穿 原来是满血复活的哥斯拉 她在城市里不停地破坏 人们再次陷入恐慌 关键时刻 卡美拉从废墟中破土而出 此时她的体型比之前更大 实验人员这才反映过来 这是神兽卡美拉 看着不远处的哥斯拉 卡美拉冲上去就是一个撞击 但刚刚被注射了麻醉的卡美拉 很快被哥斯拉击伤手掌 男孩看见受伤倒地的卡美拉 顿时想起当初那发光的宝石 那可能是卡美拉的力量源泉 可之前她得知小美生病 将宝石送给了她 她只好去找小美要回来 可到了医院才发现 小美早已撤离 而此时 小美看着落入下风的卡美拉 她焦急万分 想亲自将宝石送过去 但被母亲拦了下来 这时一个小女孩看懂了她的心思 她接过宝石 毫不犹豫地冲向卡美拉 经过孩子们的一个个接力 宝石终于送到了男孩手里 另一边 卡美拉已经被哥斯拉按在地上摩擦 但她突然咬住尾巴 哥斯拉爬上楼顶 一个倒挂金都将卡美拉甩了出去 重重地撞进大楼里 她被卡住动弹不得 但哥斯拉并没停止攻击 她慢慢爬上了旁边的大楼 对着卡美拉疯狂捕刀 幸好男孩及时赶到 在卡美拉掉下去的瞬间 将宝石扔进了她的嘴里 卡美拉从百米高空掉下 但在落地的一瞬间 奇迹发生了 她进化成了救急体 瞬间腾空飞起 然后不停旋转起来 使出了无敌风火轮 对着哥斯拉猛地撞举 接着激活了红色纹身 全身充满了炽热的能量 喷出一口红色能量球 瞬间将哥斯拉化为灰烬 但卡美拉再次精疲力尽倒在地上 可这时军方赶到 还想将她拉回去做实验 突然走出一群小朋友 他们形成一道围墙 保护着卡美拉 最后听到男孩的呼唤 卡美拉向她表示感谢后 她腾空飞起 飞向了遥远的天空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卡美拉和奥特曼打起来 谁更胜一筹呢 好了 我是猫君 咱们下期见